- 東京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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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鮑伯 - 我們今天來東京大江湖縣一致搖 - 那就讓我們從白天開始吧 - 首先叫買一日見囉 - 那首先我們就從露營大江湖縣的新宿西郊站101出發吧 - 露營大江湖縣是少數是環狀縣路線的地鐵 - 還靠遇到很多東京的好多地方 - 我們現在抵達飯田橋站了 - 飯田橋這個車站裡面非常有設計感 - 我們終於回到地表上啊 - 那我們地表上的第一站是哪裡呢? - 東京大神宮 - 這邊是東京大神宮 - 聽說是祈求戀愛最禮業的一個神社喔 - 如果想要祈求好姻緣的話 - 記得來這邊掛上你的繪馬喔 - 可樂版這邊是東橋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區域 - 那我們這邊推薦幾個景點 - 因為這裡呢 - 有非常好拍照的小巷子 - 運河咖啡 - 未延武設計的赤城神社 - 還有法國料理 - 我們買了一個看起來超級大的包子 -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包子 - 好特別的味道 - 很像活跳牆的料包到包子裡面 - 我們逛完神樂版了 - 現在再去哪邊呢? - 現在我們就前往上野玉圖亭 - 這裡是上野玉圖亭 - 我們中午在上野玉圖亭要吃什麼東西呢? - 吃一下台灣人還蠻喜歡的板前壽司 - 吃飽飯了我們來逛逛上野包 - 吃飽飯了我們來逛逛上野包 - 現在在上野的阿美橫廷 - 如果你第一次來東京玩的話 - 上野的阿美橫廷是壁光的景點之一 - 沒錯 這邊其實有很多傳統的雜貨 - 還有一些壁光的藥妝店 - 阿美橫廷旁邊的就是上野恩賜公園囉 - 上野恩賜公園啊 - 附地非常的廣大 - 這邊春天的時候可以上映 - 除此之外呢 - 這裡還有超級多的美術館以及博物館喔 - 現在來到上野的銅鑼燒餅店 - 烏三雅 - 喔好好吃喔 - 現在回到車站了 - 下一站要帶大家去青城白河 - 這邊就是青城白河站囉 - 青城白河這地方有很多很好逛的景點 - 除了身穿江戶資料館 - 跟長店間 - 這裡的山川蝦白很好吃喔 - 這邊的山川蝦白很好吃喔 - 除此之外啊 - 這邊還有青城平原 - 這邊還有青城平原 - 是東京酒平原之一 - 另外有許多的咖啡廳 - 還有特色的小店 - 還有特色的小店 - 還有特色的小店 - 中藥店 我們現在來到了下一站,門前重庭 門前重庭這個地方有一個油頂的商店街很好逛喔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八番宮 木剛八番宮不但白天漂亮,晚上來走走也有不一樣的風味喔 那這樣子逛完八番宮,我們現在正要去哪裡呢? 接下來前往溪流 我們今天的行程已經來到了一半了,然後我們接下來要繼續往前走到溪流 那溪流跟六本木都各有燈飾,而且很棒的觀景台 所以在我們接下來介紹的行程當中呢,大家可以挑選其中一個區就可以囉 溪流這邊的Invenation是每年冬天才有的 但是呢也像大家看到的這裡聚集了非常多的旅客喔 在卡列塔的樓上也有觀景台可以欣賞夜景喔 六本木的Tales觀景台是東橋認為全東京最漂亮的,大家一定要上去看看喔 這是六本木之丘的毛利坪園,它的武漢桑,燈子超級漂亮的 從這邊開始就是Maytown的Invenation囉 每年都會有不一樣的布置還有動畫 所以還蠻新鮮的 我已經快要繞完一圈囉 接下來就要前往新宿,然後去都黑 大江戶線倒數第二站 新宿 吃晚餐囉,要吃哪一家呢? 會在新宿的居酒屋,晉江屋 會在新宿的居酒屋,晉江屋 這是什麼東西? 海老天洞 那新宿的店開到比較晚,所以晚點再逛街也OK喔 這邊啊,有超多的百貨公司還有電器行,隨便買啦 這邊啊,有超多的百貨公司還有電器行隨便買啦 我們今天最後一站來到哪一張? 我們要來到都廳前 在東京都廳可以看到免費的東京夜景 作為移遊的結束是再適合不過囉 以上就是多營大江戶線也是有啦 我是鮑勃 我是文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